嗨 理财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是YoYo 今天我们来聊聊就是高利率环境这件事情对存股的挑战 因为2022年跟2023年是经过美国这两年强力的升行 市场上呢其实光是美国的时间 其实公债值率就有4%以上的水准 其实我觉得这对波段投资人来说是一个小小的挑战 但对存股主义来说其实它的影响也不小哦 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我们用财报魔法师的 投资家日报总监孙倩朗 千永哥来跟大家分享在高利率环境下 你存股到底要注意什么事情 欢迎千永哥 YoYo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千永哥那我马上第一题就要问你了 因为我现在在看这件事情就是市场利率水准这么高 而且因为美国联署会虽然说12月暂停升息 这件事情基本上已经大致敌定了嘛 但是对吧 对 但是接下来看明年的利率走势还是相对不太确定 可是大家市场都会预期说可能在年中的时候有机会出现降息 但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半年还可能会在这样一个比较高利率环境下 那在这段时间我们存股到底有哪些挑战 基本上我不认为其实目前的高利率环境会影响到整个股票市场的一个状况了 因为其实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 就是联准会透过暴力升息 对股票市场估值的下降的影响 其实影响已经结束了 那接下来只会波云建日会越来越好 所以这个会激励整个股票市场有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那除了之外刚才又有提到说 现在目前去买这种全球最安全的资产 例如美国的年纪公债都有4%都有5%的报酬率嘛 那还会有人想要去追求有波动有风险性资产的股票吗 那我跟大家报告当然会啊 怎么说呢 其实最主要的是在于就是整个资本市场啊 其实我们大家都想要追求财富的这个倍增的效益嘛 那多少的报酬率可以让你财富倍增啊 其实有一个七二法则大家或许可以参考 这七二法则其实就是用72 然后去除以报酬率的部分 大概就可以预估你多久可以让你的资产翻一倍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100万的本金 那如果你投资到这个报酬率6%的一个商品的话 那72除以6 比你多上 就是12嘛 又有点的 我在看 就是12 就换言之 12年你就可以让100万翻倍到200万 那刚才所提到的那个美国十年纪公债 大概是4% 来不及给它5% 甚至给它6%好了 你投资这样的商品 你也要12年才有机会让你的资产翻倍 所以对于一些小资族来讲 或者是上班族来讲 其实我认为其实如果去存这种报酬率太低的商品 其实你一辈子都很难翻身 因为除非你的资产规模够大 你才要想去追求这个比较稳健的报酬 不然如果是单单纯纯去投资这样债券的商品的话 其实你12年才有办法让你的资产翻倍 那个其实在财富累积的过程中相对的辛苦了 那反之如果你的报酬率啊 如果能够拉升到大概如果在18%左右好了 那多久就可以翻一倍 4年 对72除以18嘛 就是4年就可以翻一倍 那4年后你100万就可以变200万 在4年后你的200万会变400万 在4年后你的400万会变800万 那你会离你的财富提早退休 财富自由的目标会更快速了 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其实如果你是小施主 或者是你还在追求财富增长的这一群的投资人啊 其实基本上你还是必须得把焦点放在股票市场 因为他才能够创造出好的绩效报酬 才有办法去帮助你去快速的累积资产 那当然有提到说像18%的这个报酬率会不会很困难 对啊 好难那种感觉 所以你要记得把庆红老师的这本著作 买低卖高的投资数量买来看 因为我的书里面的第五之一的章节啊 其实就分享了一个你的年化报酬率低近18% 甚至你的平均的胜率啊 甚至可以来到88%的存股的口诀 这个存股的口诀叫357 那这个存股口诀357的投资策月中啊 其实我们要去跑过大数据 这个大数据其实就是在2010年到2023年这段期间啊 台股啊 不管阿猫阿狗的股票 我们就只要符合连续五年能够配息 然后目前近五年的平均股利 所计算出来的值率来到7% 我就买近 然后回跌到85%的时候我去卖出 那在2010年到2023年这个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啊 台股一共出现了2280次的进出场的机会 那悠悠你知道最后能够赚钱出场的胜率有多少吗 我不知道88% 对88% 非常惊人哦 对啊 这个是他的年化报酬率甚至可以来到17% 这个也优于大盘同时签的大概4%左右的报酬率 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可以去帮助你去创造这个股票市场富贵稳中求 甚至你大概用4到5年就可以让你资产翻一倍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策略啦 但是这个策略要有一个成功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耐心 好 就是我们跑大数据的结果你平均的持股的天数必须得达到591天 大概两年 大概两年的时间 就我发现很多的投资人啊 他不想一年赚17% 他也不想半年赚17% 他想要一个月赚17% 想要一个礼拜就要赚17% 那基本上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用投资的方式去教你用怎样去富贵稳中求 但是如果你实际想要追求一年赚17%的投资人来讲 其实我觉得这个纯股口诀357不妨可以提供给大家思考 那另外我们在书中里面其实有举了一个案例 就是用6274的这个台药作为这个范例的解释 那台药它是一家做铜箔基板的公司 它已经连续20年能够配发股利 所以符合第一个条件 连续5年都能够年年配息 那有了第一个条件之后 那接下来你就要去看他近5年的平均股利 那台药近5年的平均股利是4.56 有了近5年平均股利4.56之后 你就套用357的口诀 3%代表昂贵 5%代表合理 7%代表便宜 所以4.56除以7% 65.1就是他的便宜价 那我们看到 然后4.56 然后除以5% 91.2就是他的合理价 4.56除以3% 152就是他的昂贵价 那有了这个便宜合理昂贵之后 那你看到这张图是2023年 台药从2月份到10月份的股价走势 你会发现他在今年6月份以前 都有机会让你买到便宜价 然后你懂得这个买低的进场的机会之后 那你就一路的buy and hold 那到今年的10月份 10月3号 台药的股价曾经来到154 那跟我们上面所计算的是152 只差2块钱 他达到昂贵价之后 他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回落的状况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能掌握这个买低卖高的 这个纯股口诀的策略 相信就可以帮助投资人 创造出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股票市场的一个操作的绩效 即使目前在整个市场高利的环境中 依然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获利表现 其实刚成哥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 因为现在高利率的环境 其实也反映了像成哥刚刚说 因为现在有一点点在波云建立的一个阶段 所以接下来市场利率过往下走 反而接下来股票 他可能会有比较多的降息资金就回来了 反而可能会有机会有一些资本利的 那如果大家在纯股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说高利率跟低率环境下 你在纯股的时候都可以用 金融哥刚刚那个方法吧 对当然啊 这个我们跑过了十几年的大数据 基本上我们这几年也都是蛮成功的运用 那当然很多的观众朋友会好奇 就是七龙老师讲的都是过去的 有一句话 就是已过一切都是新的 那有没有现在进行试 对现在的 那大家比较超好 我再跟大家报告 就是目前台股中符合7%存股口诀的 那我稍微整理了一下 当然目前有这五家公司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这家比如说像321的顺达 他也连续22年能够配发股力 那以他近五年的平均股力来讲 他目前的质率也超过7% 那另外1565的精华 这是做隐形眼镜的 他也连续22年能够配发股力 他目前的质率也超过7%以上 那另外还有包含5015的华琪 3090的日电帽 和3026的和生堂 那这些都超过连续20年能够配发股力的企业 那目前的算出来的近五年平均股力也都超过7%以上 所以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了 那不过这上面的内容 其实要成功的条件很重要 耐心非常重要 对那报酬是靠耐心等待出来的 清隆哥那我要发问一下 因为刚刚清隆哥有给我们就是 那五党就是现在符合就是7%子律的表弟 可是也刚刚有提到说就buy很厚 但是买的方式有很多种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表弟到底是要分批布局呢 还是我单比进场 其实如果他符合7%就我们大数据的统计 应该就是直接单比进场 但是因为投资会有些风险 我们常常会需要通过增加一些股票的加速 来分散你可能单一产业 单一产业跟单一个股的风险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妨从这五党里面 找出你比较有信心的两党 或者是比较有信心的三党 去分散的去做投资 那基本上会对于你在存股的这个过程中 会更有好的一些报酬性 也就是说刚刚清隆哥虽然给了五党的标的 但大家还是要自己去研究一下说这五个标的 他到底在干嘛 然后这五党里面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比较熟悉哪一个 那你可能选两到三党 然后资金就等于分个两到三笔 然后一次买这样子 对那这有个好处啦 就是你不知道永远事事难料 你不知道哪一党先起来 如果有一党先起来 另外两党就会更加有耐心 是 那清隆哥我还是要回头问一下 因为像我们其实有提到说 而现在美债值得非常不错嘛 您自己有接触债券的部分吗 对我当然有啊 其实我把债券啊当作是一个 类定存来看单 那这边有一张 其实我有存这个债券ETF的对账单嘛 那目前我大概买了200张 这个投资等级的债券 那买这个债券啊 其实我只是把它当作定存 我不是要把它当作创造超额利润的 一种资产的配置 是因为我当时配置的时候 我觉得它光是每一季给我的这个债息 换算成每个月 大概都可以让我有 大概3.2万的现金的收益 所以如果以这样子的配置 然后如果加上这个债券型的ETF 它的价格波动 比较能够抗波动 所以我把它当作防御性的资产 所以目前看起来 即使我账面上还是处于亏损的状况 但是我也不以为意 为什么不以为意 是因为我深知要创造超额利润 必须得靠股票 那这边有一档 就是我先前这一两年 我在很多地方跟大家讲 我有存了一档半导体的测试公司 这个24有金元店 那我最近加了它这几年 所领的这52万的股息 目前累积的报酬率也超过114% 那我拿这两张对照 那只要告诉大家 债券只是防御性的价值 它没有办法帮你创造超额利润 只有股票才能创造出超额的利润 那如果不能创造超额利润 那为什么青龙要去买债券呢 关键其实在于这个创造超额利润的SOP流程 就是这SOP流程包含了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在成平的时候 你要做好资产配置 资产配置按照不同属性的投资人 你可以是股八债二或者是股七债三 那那个债不一定是债券 有可能是现金 有可能是定存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美金的定存 意思就是要防御性的资产 那另外的80% 70% 60% 就是放在比较积极型的这些股票性的资产 那当然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做好资产配置之后 我们就会非常期待股市出现大跌 一般人股市出现大跌的时候会非常紧张 但是股市大跌对我来讲 我是张开眼睛非常开心 因为终于让我等到了机会 我就可以透过卖防御性的资产 然后把钱转进跌升的好股票上 那最后股市大涨的时候 那这些好股票你当时所低阶的 它就会创造出非常好的防御性 创造出非常好的超额利润 那这时候你把它卖掉 再把钱转回防御性的资产 那做好资产配置 那你就可以创造出源源不绝 即使股市大涨大跌大涨大跌 你都能够依然创造很好的获利表现 那我觉得今天千龙哥讲完 我觉得很棒得到一个学习 就是因为现在虽然高环境的 就是高利率的环境 你会觉得存股好像跟存在 好像存股好像没什么吸引力 但是其实现在反而是你一个 做资产配置很好的时机 你可以透过这样的配置 然后等到明年如果市场的降息 就是有真的来的时候 你可能会得到一些不错的就是存股的报酬这样子 除了股息之外你还可以看到这本里的 但这个中间过程中呢 大家就是还是要用357的这个存股的口诀 去找到比较适合的标底 你才有机会赚取后面上来的这一段 那最后我想请千龙哥帮我们补充分享一下 因为千龙哥跟我们Smart支付最近有合作一个月KD战报 对不对 对那最主要是因为我在9月底的时候 有跟Smart合力推出了一本我的最新的著作 这个超简单买低卖高投资数 那我还蛮开心的这两个月的销售 还获得蛮多市场的回响 目前已经荣登了这个新书榜的第一名的部分 那其实那这里面有非常多很扎实的一些内容 那其中啊我把这个第四之一的章节 就是第四章在讲月KD指标的这个章节 把它单独的拉出来 因为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股票要赚钱 就只有四个字 卖低卖高 什么时候会有低点 其实就是在股价在跌的时候才会有低点 那我们我们在书中有跟大家报告 透过大数据的决策 其实月KD指标在低档黄金交叉的时候 常常可以帮你找到目前股价还在低档的一些好公司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月KD战报啊 其实内容真的非常的扎实 除了有五部的视讯课程之外 那另外我们还有独家的产业分析的指南 就是我们去找一些有没有哪一些产业 它是明年的获利比今年好 后年的获利又比明年好 那就符合这个趋势产业 更重要的是它的月KD指标 才刚刚完成低档的黄金交叉 就代表它目前股价在相对的一个低档位置 然后我们再搭配超过100页的产业的研究报告 介绍这些企业是做什么的 介绍他们的一些财报的一些数据的表现 那去提供给我们的这些订阅月KD战报的同学 可以有更完整 可以去了解目前市场哪些好股票的一个依据 那我相信因为现龙哥真的很扎实 就是我每次跟现龙哥聊天都会收获非常多 那我会把那个月KD的财报的资讯放在资讯栏 那同学都有兴趣的话 可以帮我们参考一下资讯栏的连接 那今天就谢谢现龙哥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